穿上还不错 穿上还不错 是呀 是最新款 怎么这里还这样子 不都换成新款的 新款的也是这种的 也是这种的 没变 你这么新的圈就要把它卖掉 对 可以啊兄弟 哎呦 你是真 你是真行 这么新的圈 你要把它卖掉 你想卖一个多少钱 一百几 你看怎么出的 140 对 现在这套家 就才140 来看 来我们用手来摸一层 感觉呢 也还算是可以的 也没有任何喷漆 不用用吸摸一层的东西 来看看这里 来 来看看后边 这里呢 我们用手摸一层 也是啊 也是没有任何喷漆的 一般来说 这种主行车都没有什么事 排出事故 泡水就可以 大家看这螺丝接风处 螺丝接风处呢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来兄弟你做一下 哎兄弟 你这么一个车 你还坐上来 你害怕我 敲你东西吗 还是 你就想坐上来看看是吧 还可以 那是还可以 还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尾部 来吧 朋友们 大家眼前这个车 就是今天这个小伙子 来卖的奔驰的大技了 这个车的话呢 也是今年刚刚买的 总共呢 是只开了 一个多月一个时间 今年1月份是买的 你到底为什么卖呢 他也没说出啥来 这个车的话 各种的新车上的那些东西 都给我带来了 也都贴了上去 这个车确实很好看 飞车大技 都说这个车是小技 207的排的奔驰 G350 但实际上你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新车制导价呢 是146万 各方面呢 都还是相当的好的 今年1月份是提的 去年呢 是9月份是订的 当时假客最贵的时候 这小车只能加了35万 有相当于近180万一个制导价 多一价格200万 这个车 花了200万买和2.0T 也不知道车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小伙呢 开一个月 就说家里面呢 感觉这个车用处不大 家里面还有一个文财斯奇 就算把它给卖掉了 一个月的时间呢 也很可惜 那这个车 究竟啊 还能值多少钱呢 那是呢 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哈 和新车呢 也是没有这些区别的 就是第二还稍微小一点 主要是2米9 最近去呢 不会有这些鸡腿 这么一个感觉 我呢 也害怕这个车是事故车 火热车 破水车 其实事故呢 你都能看出来 全是经过此事件上 全部都是圆满元器的 但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车主啊 经历要卖的啊 可以说啊 家里面有个文财斯 但不至于这么周期吧 其实市面上呢 有很多这种啊 主行车 车主要卖的 也有很多个例啊 然后呢 他就问我了 我说啊 这个车最多卖的制造价 有相当于是145万 差不多多个价格了 他说能不能再加上点啊 这个车最终的 给他出到了147啊 有相当于 再给他加了2万块钱 比制造价呢 还要贵出1万块钱 他这个车的话 开着一个月 赔了50多万啊 赔了53万 真的是啊 很不值得啊 这个车卖的 能卖的个160万左右 给他知道价格要贵出十几万哈 相当于给这车 再加了一个啊 购置税 但是呢 加价钱呢 是没有的 你们感觉如何呢 花个15060万 买上一个奔驰大计 是开了一个月的207 直往朋友们 平时来做个队员吧 我们